大家好,我是Steven,中国大叔在上海。 今天呢,我们有接一波从山东过来的各国军官来考察的。 然后,早晨呢,在浦东机场接大家,有去考察了东方民众电视塔, 那有去比较有名的黄浦江游船。 但是呢,上海城华庙没有去。 那我们晚上到南京路这里来了,感觉真的很棒。 现在稍微开放了一些。 晚上到南京路这边来,我们走一走转一转。 那我晚上来这里,点了非常大家熟悉的台式卤肉饭。 那而且在这里呢,比较经济实惠。 他们这里的台式卤肉饭呢,是22。 价钱呢,非常亲密。 那除了台式卤肉饭之外呢,还有台式牛肉面。 那我们看一下,小店呢,不大,但是特别干净。 而且呢,在南京路这个位置啊,属于价钱特别合理的。 所以我们看一下啊,他们这里还有一个很棒的牛肉面。 我们看一下。 OK,我们看一下,这是南京路中心的位置。 就在苹果商店旁边。 老上海蟹黄包。 老上海商卖。 然后有肥肠拌面。 台式卤肉拌面。 那还有,台式卤肉饭。 今天拍了,然后我点了一份台式卤肉饭。 那我们看一下,这个是我点的台式卤肉饭哦。 有卤蛋。 青菜。 那还有拌的卤肉。 好啦,哇,好香。 现在开始。 是。 好了,朋友们。 中国大叔在上海。 祝大家生活愉快。 工作越来越好。 幸福开心。 好了,哇,太香了。 我现在要开始。 品尝了。 拜拜。